原创黑骑士房车,小车的操控 房车的功能48V,高效双发 车长,M9速,宽度2.06米,高度2.82米,南排C罩 就能看前面大气,英文车标 贯穿式的灯弹,全自动达冷一队的大灯,全自动雨关器 前后均配备雷达探头 四能截杀,四个轮胎,五度带弹的胎压尖测 四个铝合金的能骨 后视镜,中了电动加热的处理 旅间行车防务化 下方三路的牛美里后日镜的摄像探头 全档以及主副驾的车窗拨量 同时采用了双层升旋隔音的处理 标识进入一间起路 后部配备两对行车机打开的推拉框 下方七孔的试电接口 可以从新领域充电档直接取电 当然咱们也可以选配一个九孔的快充的行领域接口 前部外输性的重点悬架 后部短航的非重点悬架 当然也可以升级或者选装怎么的健康空气权道 尾门对开门 上方牛美里后日镜 摄像探头下方 到这以前的摄像探头 尾门打开之后 右侧有一些重空间 下方的话是咱们18升黑水箱的舱门 左手边就是我们的重床下方 非常大的一个主屋空间 那这里的话放一些怪用品 鱼具或者是鱼箱 右侧装配的三米 成年模糊的这张棚 后方有咱们的外出的厨房 特别的是一个卡设计 当然也必须是你去柴油灶 内置有一个取水口 外置呢我们的取决口 同样配备一个助力压水口 配备一百五十身轻水箱 七十身的灰水箱 灰水箱安刀在几个下方 与中文年度的翻车式卡组 防御中刹门 主书架都配备有安全器材 那座椅都是可以进行 三百六十度的旋转 电子助力过功能方向盘 那同样装配的阿达斯2.0的 行车辅助安全包 包含ACC全速自适应巡航 ICC超级巡航 车道平静预警 行程碰动预警 和自动刹车的功能 能够实现L2.5G的智能驾驶 搭载2.07 材料发动机 匹配6AT 自动网的变速箱 中间导航中控的大屏 同样也是一个车机系统 飞远程去查看 正辆车的水降状态 飞远程的去控制 正辆车的空调以及暖气 上方4P高级的流媒体后视镜 显示的一个小的镜面 甚至咱们的一个防车管家 可以通过这个触屏 来控制车上灯光和电器 当然也可以做语音 以及手机的APP来控制 配备4个狗币L的影响 48V的单软边边空调 正的效果好能较主要 而且也非常静音 双拍卡座 座椅的靠背条 有角度是非常大的 同样也是降下前面的 降到水面桌 旋转咱们的主架座椅 形成一张银石房 靠后中场的上下座 上铺可以进行翻折 那这样也是一个主要空间 那打平之后 上下铺 长度均是1米95 上部宽座 70公分 下部宽座 90公分 那这款车型也是配备了48V的 全新一代的法妙 双发电影关系 停车1个小时 最多可以冲到6度电 那么在怠速的情况下 1个小时也能冲到5度电 相当于自带一个 驻车进行发电机 卫生间里面 马桶 对面的机面柜 顶质的双向外界扇 侧面毛巾架 自带着淋浴喷头 洗手盆 也有无具权 暖风和热水都是有的 就是通过进口 阿斯特的柴来供应 即用即用 往前 格纳士的微波炉 下方一百升 冷重冷舱 双功能的冰箱 那上方的这个柜子 侧面的掉 可以作为咱们的衣柜 应该来使用 厨房区域 1200瓦的尖刺头 洗手盘 高脚式的洗手龙头 下方三公斤的洗衣机 侧面 沿着的小桌面 在这里 还装配有400瓦的太阳能 车内安装有4000瓦的 充递兵引起机 底盘下方 配置有14.5度的 凝酸停留 动力电池 这样的一款 功能齐全 配置丰富的车型 你会感觉怎么样 我们下期视频 再见